体育中心斜线李明荣报导 2022北京冬奥日前正式落幕 许多选手纷纷玩赛回国 在中国拥有超高人气的日本花花王子 昨天22日准备返回日本 让不少死忠粉丝感到相当不舍 纷纷想在偶像回国之前在亲眼见到本人 不过有些粉丝似乎太失控 不顾保全阻止 做出危险追车的行为 引发乱象 根据日媒 东京体育 引述中国媒体的报道中 指出在北京冬奥进行期间 有不少缺乏理智的粉丝 对宇生结弦做出了一些不太妥当的行为 像是有许多粉丝会在体育会馆外蹲点 且会做出令人厌恶的不恰当行为 保全人员表示 粉丝的失控事件相当夸张 会做出追车的动作 尽管要求停止追车 粉丝仍因为看到宇生的坐车一出现 就激动尖叫 尽管一开始能勉强维持好秩序 但总有漏网之余 将秩序全然抛之脑后 做出了追车这样不理智的行为 最开始见到热情且遵守秩序的粉丝时 宇生结弦还能开心地与众人打招呼 但看见粉丝追车后 担心粉丝受伤的宇生结弦立马做出了制止手势 网友见到粉丝如此行为后 纷纷吐槽 追车不要命 不是粉丝是疯子 太扫兴了 他是运动员不是明星啊 你们这样和私生有什么区别 就连中国媒体也不敢苟同 呼吁粉丝只要站在路边挥手就可以了 在路上追着跑是非常危险的 也会对宇生造成困扰 更多名是新闻报道 上班完百万当冲忙到忘 他回头见收盘 完了 还有机会 呱呱乐千万投奖剩两个 一百万一百四十六个 宇球斜线代资影球后来到两百零四周 首站将在德国开打